你们的公司现在还活着吗 你们有没有发现今年的钱特别的难赚 给你们看看这儿 凉了 这儿 全空 这么大的办公室 空无一人 做珠宝的 凉了 这是共享办公区域 我记得三四月份招聘的时候 这儿还是人山人海 现在空无一人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这一层 空了 还有更离谱的是 我们公司的楼下是一个上万平的大型商场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哪怕到了饭点 还是空无一人 凉了 也凉了 还是凉了 之前有人说要创业就先干餐饮 带你们看看 凉了 大几百平的店 也躲不过这个 餐饮店也一家一家相继着倒闭 有人杠金就说了 你这个是关门了吧 看一下正式饭点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四十五 大几千亭的凑凑火锅也倒闭了 我记得当时我在杭州吃他们家的时候 每次都要排两个小时的队 像我身后这种倒闭的店真的太多了 拍不完根本拍不完 这些片段足以说明了问题 所以你们觉得下一个行业的风口到底是什么 听人去告诉我 你知道六月份没有订单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你的同行也没有订单 我开个玩笑 很多朋友说进入六月份的订单很大 通常没有订单 因为六七八呢 是传统的单机 每次做呢 就好好享受吧 毕竟你看前几个月那么忙 也没办法行 毕竟前刚毕业的大学生全懵了 可不可笑 懵圈了吧 男生毕业送外卖 女生毕业做主播 男生累了之后看直播 女生直播饿了点外卖 都已经形成闭环了 这就是很多大学生毕业之后的就业状态 抬头看到的是繁华的大都市 地图站的是漆黑的城中村 每天早上地铁上都是死气沉沉的年轻人 和朝气蓬勃的老人 1100万的大学生嫌多 900万的新生儿嫌少 2024年高校毕业季 又来了1179万人 而这一届的大学生 面临的最难的毕业季 2024年青岛毕业生 预计超过14.4万人 不仅因为他们感到悲哀 有那么多的就业岗位吗 咱们评论区聊一聊 兄弟们 我何信李总 在上海做生意 他2012年 就是12年之前 在这里买了三套商铺 当时投资了 360万 每件商铺当时是120万买的 12年过去了 他现在上海需要资金周转 让我把这个房子 拿到银行做抵押 早上和我们行长一起过来看了一下 行长当时 当场就拒绝了 这个商铺在银行抵押不了 我问了一下周边的人 目前这个商铺 10万块钱一套都没人用 10万块钱一套都没人用 兄弟们 你们说今天这个实体都难干 今天不光是沿街商铺 全部关门 沿街商铺全部关门 就商场里面 也全部关门 这个位置在马鞍山市 陈南平区来说 还是很不错的 体量也很大 商铺有几千间 有商场 有沿街商铺 有吃喝玩乐 一体 但是生意就是做起来 12年前 360万买的商铺 现在10万块钱一套都没人用 兄弟们 你们说现在实体 怎么差到这个程度来 武汉无人驾驶出租车 淘汰了司机师傅 沈阳的无人驾驶清洁车 淘汰了环卫工人 再来看到大连的港口集装箱 也在使用无人驾驶的车辆运输 听说现在送外卖都敢用无人机了 还有很多餐厅和饭店 也都开始使用机器的服务员了 医院 商场 酒店 机场 车站 也都进驻了机器人 好像一夜之间 出租车司机 环卫工人 服务员 外卖小哥都面临失业的局面 谁能告诉我 什么工种和岗位不会被淘汰 老板 情况就是什么个情况 哪里 不是我们不努力 你看外面 都没有人 还有什么 在台海里面 都是自己人 很尴尬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6月18日 海口海关发布消息称 5月份海南离岛免税销售额 大幅下降近4成 导致中棉股价跌至5年来的最低点 自历史最高点以来 已下跌84% 根据海口海关18日公布的数据 5月份海南离岛免税购物人数达41.88万人次 同比减少16.02% 免税购物金额为19.74亿元人民币 较去年同期减少38.27% 免税购物件数则为230.88万件 也下降了38.47% 今年前5个月 海南离岛 免税购物累计人数为300.40万人次 同比减少9.72% 免税购物金额达169.10亿元 下降29.57% 免税购物件数为1793.42万件 减少36.33% 为何海南离岛免税销售额 出现如此大幅度的下降 东方财富网 以用业内人士的分析指出 境外旅游的兴起 分流了大部分消费力 许多消费者利游日元 大幅贬值的机会 前往日本购物 另外 国际美装巨头 在国内零售和免税渠道全面涨价 也导致以香水化妆品为主的 离岛免税消费收入 显著下降 根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据 今年端午节期间 中国大陆居民出入境总人数 达246.6万人次 同比增加25.4% 五一劳动节假期 出入境人数为476.8万人次 同比增加38% 今年第一季度的出入境总人数 更是达到6954.1万人次 同比激增114.9% 在这些出境旅游的中国游客中 大多数选择前往日本 日本国家旅游局 6月20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5月份访日游客总人数达304万人 其中中国大陆游客超过54万人 位列第二 仅次于韩国 同比大增 305.5% 已恢复到2019年疫情前同期的72% 许多中国游客 前往日本的主要目的是购物 数据显示 今年第一季度 中国赴日旅游人数 超过110万人 同比暴增826.1% 在此期间 中国游客 在日本旅游的消费金额达到150亿元 人均消费接近1.39万元 一名中国游客表示 日本的LV精品店里几乎都是中国人 加上各种优惠 一个2万元的包能便宜三四千元 由于日元贬值 不少奢侈品 在日本的价格比在中国便宜近10%至50% 此外 国际知名美妆品牌 今年纷纷提高售价 一名旅游零售商投入 美妆巨头 提高了海南免税商的进货价格 同时限制折扣力度 导致从离岛免税渠道购买的香水化妆品价格 不再如意往便宜 吸引力下降 而香水化妆品 是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商的核心利润来源 销售占比超过一半 离岛免税销售锐减 使得资本市场 对中国中免的业绩前景不看好 6月20日 中国中免 在A股和港股的股价 跌至5年来的最低点 中国中免 去年股价大跌61% 今年迄今又跌于19% 当天在A股收盘报64.66元 相较于2021年历史高点的403.78元 股价已下跌84% 综上所述 海南离岛免税销售额的下降 反映了消费者购物习惯的变化 和国际市场环境的影响 在全球旅游恢复的背景下 中国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性价比更高的购物目的地 这对海南免税市场带来了巨大挑战 同时国际品牌涨价也削弱了免税商品的价格优势 进一步影响了销售额 今天说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话请点赞订阅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